今年青冠一盒是不會到牆牆滾 也不會接民眾因為衛著病的副作用 登記看中醫來調身體 所以今年中醫的病人增加兩者 也只剩健保的補助不夠用 衛生法律部決定說 要來提供三億一千多萬的醫病金來補貼 有的人打病會選到看中醫 尤其是今年五月 新冠避難已經大不發 民眾手在看中醫 拿青冠一盒 這是調理重新冠 經濟健保書的統計 今年看中醫的人數有668萬3千人 比正今年增加兩者 提出健保平均點數的價值在2.9以下 所以國國保健保會 動議動用三億一千兩百萬的醫病金 那這也是頭一次 因為醫生團戰隊流行 使用非醫級風險醫病金 民眾本來是十個人 十個人裡面有三個看中醫 那健保是給十個人的預算 結果是十個人裡面固定有四個人來看中醫 所以就醫的人數就很增加 所謂健保點數就是醫人 因素向健保書 申請健保費用的點數 以外的人數認為說 當年健保點數的價值入價 進入減少 不然中醫真數不入成本的壓力 使醫部份的病院 也有可能的醫修進減少為理由 如果要拿給你人員加薪水 就更加適合了 作成部份的優秀和給你修理這 也感受影響民眾就醫的品質 健保的點值下降 造成這個點值連九毛錢 都拿不到的一個情況的話 四病會加重整個醫療環境的惡化 而醫療環境惡化 最後受害的其實是我們的民眾 因為民眾可能等候病床的時間 就會延長 王主席議說 醫療因素要長久經營 健保中央成長率 應該要當年提款 這樣不是對加速營進新的油 新的科技優利 也可以增加治療項目 留在健保的季婦 甚至這點 我好報看完會得開記者會 對外來說明 記者 綜合報道